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台湾2022新年刚开工上班的第一天 1月3日晚间17点46分 发生了规模6.0级地震 阿南德刚刚在前一天的预言中指出 我们依然正在经历卡拉萨帕瑜伽的八星连珠现象 强调要保护好自己 以免受到卡拉萨帕瑜伽最后一波负能量侵袭 阿南德神奇的预言又营验了 3日晚间5点46分发生有感地震 根据中央气象局地震报告指出 震央位于台湾东部海域 瑞士规模6.0 地震深度19.4公里 阿南德在2022年1月2日的最新预言指出 我们依然正在经历卡拉萨帕瑜伽的不稳定时期 卡拉萨帕瑜伽是八星连珠 目前全球正处于黎明显的黑暗之中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以免受卡拉萨帕瑜伽最后一波负能量的侵袭 阿南德在10月22日预测中也提到 进入12月的第二周 全球会发生很多问题 除了新变异洲肆虐 还有各种天灾降临 阿南德的这个预测想不到果然成真 奥米克戎病毒至少攻陷世界40多国 WHO宣布 奥米克戎风险仍非常高 美国出现30个龙卷风 中国西安封城 奥米克戎入侵台湾 近日 世卫组织总干事坦德塞表示 更具纯尔利的奥米克戎变异株 正与德尔塔同时传播 将引发病例如海啸般激增 面对如此紧张的疫情局势 就在大家忧心如焚之际 阿南德及时在1月2日发表了最新一波的预测 而且值得大家欣慰的是 阿南德曝光了一个令全世界振奋的好消息 COVID-19疫情渴望随着奥米克戎的发展趋缓 而且就在今年5月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分享 阿南德所做的最新预测 具体包括哪些 阿南德说 奥米克戎第一次发现是来自南非 2021年10月24日的报告 巧合的是 2021年10月21日 正好是沐星准备进入水瓶座的时期 这种河项代表着短期危险和长期的收益 阿南德特别警告大家 2021年12月10日至2022年5月 是一个非常让人沮丧的一个治安时刻 而阿南德在2021年预测12月的事 目前看来几乎都应验了 比如目前就在发生的这些 我们不妨给大家列出来看一下 1.2021年12月23日 西安封城 疫情持续严峻 由于中共的一手遮天的野蛮做法 外界难以得知真相 2.2022年1月1日 根据法新社统计 自疫情爆发以来 欧洲地区累计确诊COVID-19病例 已突破1亿例 约占全球感染病例 于三分之一 3.2022年1月3日 2022年开工首日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国内新增25例COVID-19境外移入确诊病例 其中22人属于突破性感染 也传出首爆奥米克戎本土传播 台北市防疫旅馆群聚一传二 4.2022年1月3日 以色列总理班奈特在2月宣布 由于COVID-19新变种毒株奥米克戎导致疫情升温 卫生部已经合可 60岁以上民众还有医护人员进行第四次注射 5.2022年1月3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确诊 目前症状轻微 会在家自行隔离5天 6.2022年1月3日 奥米克戎轻症多 法国连4天每日染疫人数超过20万例 2021年12月第二周开始的大浪潮已经来袭 甚至已经影响了世界上所有国家 包括接种注射率极高的国家 阿南德解释 为什么奥米克戎代表着疫情的结束 因为COVID-19的致命性正在随着奥米克戎逐渐消失 我们每天确实看到确诊数字直线上升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 奥米克戎带来的死亡率已经明显降低 甚至低于0.5% 有些地方甚至低于0.1% 这是大自然所释放的友好迹象 但是阿南德提醒大家 不能高兴得太早 虽然说疫情终于要开始结束 但是短期内依然有很多危险 接下来 阿南德还重点强调 让大家最近特别小心下面4点 第一点 全球正在经历卡拉萨帕瑜伽的八星连珠现象 还是疫情盛级之时 但它还没结束 所以大家在这段依然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以免受到卡拉萨帕瑜伽最后一波负能量的侵袭 第二点 从2021年12月第二周开始 美国欧洲以及更多地区都开启了第四波疫情浪潮 美国最近甚至创下58万例全新记录 即使注射率最高也无法幸免 其他欧洲国家也正在经历类似情况 以色列正在为居民推出第四季加强注射 阿南德说 在第四波浪潮里 相信人们很难去开拓自己的业务 也很难过上正常生活 所以在接下来这四个月里 这种让人纠结的情况成了新常态 接下来四到五个月会非常难熬 但是还得继续坚持下去 2022年5月 病毒一定会成为新形态和我们友好共存 第三点 WHO公布的数据显示 之前由Diota遍体推动的第三波浪潮期间 整个非洲大陆在同一时间范围内报告的病例数 只是美国的一半 而美国注射的结局看起来是如此悲哀 美国一直宣称自己注射有多厉害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甚至不如非洲注射率不高的地区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 就是COVID-19对经济大自然带来的严重威胁 会在2022年5月结束 另外 阿南德在2021年12月的预测中就已经说过 2022年3月4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灾难性事件 这次 阿南德又发出类似的警告 他说 2022年3月至4月将有自然灾害事件 所以让我继续分三个阶段来解释 第一个阶段是在2021年12月到2022年2月 疫情快速蔓延 诞生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将加剧当前的很多不利局面 并且造成更严重伤害 第二个阶段是在2022年3月到4月 普通人容易形成债务问题 西方国家很多人会因为住院治疗产生债务问题 经济会遇到很多问题 卡拉萨帕瑜伽负能量余波会带来不好事件 第三个阶段是在2022年5月以后 COVID-19威胁基本消失 经济缓慢复苏 但这不代表病毒变异株的结束 只是对人类威胁没这么大 将更温和感染取而代之现有变异株 这也会证明占星术是正确的 即使世界人口100%注射 也不会改变COVID-19新变异株的产生 但是它会像流感一样 人类不再害怕它带来的影响 阿难德最后强调 相信我们会看到更光明的日子 未来的20年里将会是世界发展最快的20年 阿难德说 在这期的预测中 我给大家得出的结论是 奥米克戎是危险的 短期内绝对有强烈危险 但奥米克戎是这波全球大瘟疫结束的开始 也是COVID-19疫情下最危险的变种病毒 它将逐步成为以流感方式来呈现 2023年4月可能会有其他变体 在短期内我们肯定还是危险的 当然了 在这艰难时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中有神 永远相信神的话 相信祂的创造 保持善良与对神的信仰 这是走过劫难的良方 好 今天有关阿难德的最新预测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看法 请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次见 这一诸我分享应该怎么办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